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昨天率先宣布参选国民党党主席 今天下午国民党前副主席郝龙斌也表示要投入党魁之争 还暗批洪秀柱的路线 他也说国民党要的是再生而不是重建 在这两人松口之后 身影了好几天的副总统吴敦毅选不选呢 他还没有表态 你这样会不会冷 不会冷啊 好勇哦 看到小朋友穿这么少关心之外 还给了大大拥抱 败选之后朱立伦回归新北市政 不过党内改革才正要开始 谁接党主席已经吵得满城风雨 我现在已经不便地表达任何意见 我想最重要的是全党下定决心 好好的改革 然后透过一个民主的机制 让整个党能够重新改革重新再造 辞掉党主席之后跟党务切割干净 不愿多评论远离茶壶内的风暴 但选后危急之际 还是有人身先士足愿意承担 朱朱姐是最年轻的候选人 因为我们说没有结婚总是小 小说自己年纪小 说要参选党主席 但已经68岁 却被嫌老扣扣都是老面孔 我也觉得这是年龄偏大 这个实在是太老了一点 但是问题我们真的要检讨 这些年来 那为什么这个年轻的 这个所谓的接班的梯队 没有让大家看到 不过中常会决议党魁补选 提成延后一个月 敲定3月26号投票 传出就是让其他有意参选的人 有充裕的时间布局 防堵洪秀柱参选 我也质疑到底有没有防洪 第二个有人要防 我就要研究一下 为什么人家防呢 是我这个做人很失败呢 还是我的主张很可怕呢 还是我的实力很强吗 我觉得我要出来来参选 他愿意当第一个重建者 我不仅要为他鼓掌 便要为他按赞 他相忍为党 而且我跟他有非常好的情谊 我很佩服他这种拼搏的精神 但是我个人认为 我跟猪猪姐 我们对于党的再起之路 党的路线 我们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认为中国国民党 要的是再生而不是重建 猪猪姐开第一枪 率先起跑之后 台面上天王等级的有志知识 纷纷表态 但还是有人观望中 副总统选党主席吗 副总统 我会有副总统 你会选党主席吗 副总统党类怎么次带交替啊 选后神隐好几天 武敦义没有公开行程 私下出席 攻击却相对低调 是鸭子划水 默默布局 还是先发制人 党类构成 出手十几点都各有盘算 优优优独播剧场—— 小笔 小笔 最后报道